而在玉里镇代表会前的公园 平常都有民众在树下乘凉聊天 县政府现在发包 正在执行贡荣市公园 未来将为玉里镇打造一处 亲子同乐的场所 在欧美行之永年的贡荣市公园 未来也有机会在东部推动 花莲县政府争取花冬基金 打算在陷进北中南三区 规划三座的贡荣公园 它这个就是以后会放一些 体肩设施 成人体肩设施 这是比较年纪大的 一般成人都可以用 这边做成人 今年的三月份 玉里镇共荣公园的预定地 是前身为玉里国小旧校区的 证明广场 目前仍然保留操场 校术等友善环境 加上位在市区 证明维持一定的使用率 花莲县区的花冬基金2400万元 再加上先政府自己筹出来的 配合款600万元 总共是3000万元 现政府要做三座的贡荣市公园 未来讲委玉里镇打造一处亲子同乐的场所 记得高双双预证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甜品